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 今天首度现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列席备巡 由于他原本人在美国 先生为了让他赶上直巡 还特别买了头等舱的座位 让他赶回来 而他的直巡处女兽 除了被问到这个今年 101国庆烟火被批评 时间太短了 不过贾永杰还是给团队打95分 民进党立委郭国文 直巡的时候也针对烟火的赞助 直接向贾永杰表示 现场有很多公股航库的这个动作 希望哪一家赞助 本席可以协助 受访到一半被阻止满脸委屈 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 首次到立法院财委会背询 成为现场最亮焦点 委会气氛难得欢乐 原本贾永杰仍在美国 参加完马拉松 却没有机会回台 但为了立法院处女秀 就算坐头等舱也要拼回来 机票的部分有一点满 我老公他有愿意大失血 我也特别赶回来了 我想说如果没有点到我 我可能还会有点寂寞吧 穿搭是平常上班打扮 更有人眼尖发现 家长节背着价值12万元名牌包 身为101董作 拿着一瓶要价百元的101造型矿泉水 宣传非常尽责 不过国庆烟火却被外界批评 不够精彩 他也正面回应 是做很正向的事情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你给自己国庆的烟火达几分了 我给我的团队吧 应该不是我自己 95分耶 为什么要笑你 贾董事长对团队很有信心 国庆烟火95分 跨年烟火超100分 继续努力 今年跨年烟火会非常精彩 那我们今年呢 也有加入雷射秀的部分 韩花跨年烟火绝对有亮点 一分钟雷射秀 四分钟放烟火 总共五分钟 要大家拭目以待 但烟火经费到底够不够 现场有很多公股银行的 那个董事长这边 所有的人都可以赞助 我协助你啦 来本席的3303研究室 来开个协调会好不好 趁势向台下公股银行喊话 江永杰丽院首秀展现诚意 负责美丽时尚的他 在丽院也度过咨询的初体验 接着苏靖家王秋名台报道